也各有冲突 那如果说两岸在某个地方可以合作 那在这个地方有利益冲突的话 您觉得该怎么样来处理 是 那么最近的这个中日台双方 在这一个钓鱼台这个事件来看的话 当然牵涉到的是一个领土跟主权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一个重要的岛屿上 它不只是领土主权 它有战略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天然气石油等等 那么从小国来看的话 它可能重视的是这一个资源的这一个问题 那么大国来讲 它重视了除了资源之外 它最重要是一个国际地位 战略的战线的延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钓鱼台 这一个事情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 那么台湾站在 本来这一个钓鱼台 是属于台湾省的这一个 管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地区 但是实际上来讲 现在是日本 在那边有派驻相关的兵力 以及在这一个钓鱼台上 有它相关的这一个动作 在持续在做 造成了整个感觉上 那么钓鱼台 有许多的这一个国家 认为这一个钓鱼台的这一个主权 那么可能是日本的 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事实上在限制来讲的话 是属于台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 那么牵扯到中国大陆的这一个 渔船的这个船长 被日本来扣押了一段时间 那么前一阵点才释放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们重视的是这个 主权领土的问题之外 战略跟国际地位的这一个 不能够遗失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我觉得台湾当然在钓鱼台上的 这一个问题 政府很重视 但我比较忧心的是 一般人民没有那么重视 钓鱼台的这一个事情 这也是我曾经在台湾的报纸 呼吁两岸的人民都必须 要认真来研究日本课题 因为许多的这一个人民 对于日本跟台湾 或者跟大陆的这一个关系 他们已经并不是一个 真正关心的是属于领土 主权的问题 牵涉到一个意识形态的 一个争议的问题 这个是我比较忧心的 好的 谢谢李华球先生 那么我们回到华府 来请教一下林长盛先生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目前看到 东亚的形势来讲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相当的不稳定了 除了这个南北韩的情势之外 刚刚先前我们提到 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 日本跟俄 这个俄罗斯 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领土的争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您估计就是中国会怎么样来 因应这个目前东亚的情势 虽然我们主观都期待说 两岸或许未来可以在军事方面合作 可是您觉得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主客观来讲 他是不是目前 其实台湾的问题 或者跟台湾的军事合作 并不在他的议程表上 很急迫的一个地位 您的看法 所以我们必说的 就说呢 现在还谈不到 就是说两岸的军事合作 现在眼前不能谈的 就是说双方怎么能够建立军事互信 也就是说呢 使这个双方 就是说台海 把这个发生这个战争的危险 这个消除掉 就是说呢 双方能够互相信任 在军事上头 那么只有达到双方进入信任之后 才能说到合作 合作的问题 那么眼前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就是说呢 在今年8月1号 解放军建军这个 是结日时候啊 这中国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呢 对这个 就是说撤导弹啊 双方这个军事这个谈判呢 这个问题表了个态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从大陆的姿态来讲 大陆现在呢 准备要和台湾 要谈这个军事这个问题 谈论这个安全啊 安全 那么温家宝也间接的表了一个态 但是呢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能不能够说有所进展啊 这还要继续来看 因为现在就现在情况来看呢 双方呢 现在基本来讲 就是说互相啊 这个对话呢 好像现在还没有搭上边啊 那么大陆说啊 要在 只要在一个中国下啊 双方就可以谈军事的问题 那么台湾方面讲呢 就是说啊 不能要有这个前提 第一 第二呢 大陆要主动来做啊 所以说现在呢 眼前至少从表面上 从官方上 现在看来呢 现在还没有进展 但是呢 这个姿态啊 是表出来了啊 尤其是大陆方面 这也是大陆首次 所以呢 我估计呢 大概在台湾五都选举之后啊 那么可能呢 双方呢 在这些议题上 可能会进一步展开 那林长选博士 有台来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觉得两岸目前 其实建立互信 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未来 也不能排除在台湾民进党 再度执政的可能 我们知道中 中国方面对于民进党执政 有相当的忧虑 那如果说这个互信 好不容易在 可能在国民党的时候 执政的时候建立起来了 但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又退回去的话 那这个不是 就是有点变成 情况有点反复了吗 您怎么看这个状况 你说这个问题 确实是大陆方面 大概最重要的考虑 那么现在国民党执政 那双方在合作搞的 经济合作搞 至少经济合作搞的不错 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呢 军事问题呢 现在也准备要谈 那么但是呢 台湾呢 属于民主政治 那么台湾国民党 也不可能永久执政 那么说 所以大陆就 至少有一部分人担忧 说现在如果我们和台湾 谈成了军事互信 也撤了导弹等等 那么如果民进党上来 这个逃逃怎么办 其实呢 你仔细想这个问题 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知道主要的利率来讲吧 那么现在美国的经济很差 我们知道呢 因为它的利率又降到零了 所以这个利率 这个降杆就没有用了 所以没办法 所以美国只好大肆印钞票 那么搞了这么一手 那其实两岸关系我们也看 其实这个导弹问题 那么实际上也是大陆的一个杠杆 如果你一直这样摆着 这杠杆就没用 如果说你现在把导弹撤了 那么如果他明天上来再搞台湾 你还可以把导弹再派出去 所以这就说 他可以有 所以现在大陆把导弹撤回来 那么将来如果说明天上来搞台湾 你可以把再跑 那么他就可起到震慑威慑的效应 如果你一直在摆着 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说大陆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讲 我估计大陆的高层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跟以前有所变化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我们时间快到了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电话的时候了 我们就把现场再交给孙城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两岸军事互信 现场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军事评论员林长盛博士 以及台北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下面是您参加我们节目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00801 102 880 然后再拨866 837 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10 8888 再拨打866 837 5161 好了 我们先接台北陈先生电话 陈先生您好 刚才大家讲到南海的所谓的两岸军事合作问题 其实在1988年中共跟越南赤早叫海战的时候 我有前一阵子看过中共后来的描述这段的简单经过 就是匪军的海军当时据说是中共的讲法 是到跟越南海战之前曾经到达了太平岘 说还绕了好几圈 甚至还取得到了当时岛上的国府的军队 给他供应水的补给 然后后来跟越南海战怎么样怎么样 如何 就按时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帮助 那是刚好是台湾的国伤期间 但是后来前阵子说 我们台湾的海军官方已经正式否认了这种讲法 甚至伴出什么中华民国海军年舰等等 说没有这回事 说这是误传怎么样 但是真相怎么样 相信等到要过去末干年之后 相关的档案 权威档案解密以后才会知道 那我现在就是想请问一下林长胜先生 那那个我想有兴趣的是那个所谓军事互相问题 像中共共军后对台所谓的飞弹瞄准问题 听说当然就像你讲的中共军方已经首次做表态了 但是好像我也看到前阵子台湾报道说 中共那个共军后对台所谓的调整军事部署问题 这大陆讲法撤飞弹了 那可能会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那个军事部署 一并考量在内来作为它调整军事部署 以后的参考 而不是完全取决于考量那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军事 甚至政治的互动的态势来做考量 不晓得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 是把美国也扯进去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袁先生 这个问题挺好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 就是说呢 大陆呢 所提出来就是说这个调整军事部署也罢 就是说撤导弹也罢 我们的军事部署也罢